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有道时,串个小门交个朋友 离开职场无事一身亲 找几个朋友聚一聚聊一聊,精神爽 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忙得像个陀螺 没有时间去关照朋友 连互动交流都很少 到了退休之后,时间宽裕了 把老朋友当成亲人,互相走动 也算是情感上的弥补 可是,老人要体面一些 不要因为串门招惹是非 破坏自己的心情 要知道,体面的生活不是朋友给的 而是自己创造的 以下几种朋友的家最好别去 第一,闲得发慌的朋友,浪费时间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忙得有深有色,闲得有滋有味 我们都以为退休老人就是闲得发慌的样子 其实不是的 会过日子的老人比上班更忙 我的三伯父在退休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二胡,参加音乐队 他从小就喜欢二胡 直到退休时,才真正把爱好当成本职工作 有一天早晨,三伯父出门 遇到老友张大伯 顺便去张大伯家串个门 张大伯一直在说家长里短,以此解闷 三伯父看了看时间,尴尬地说 抱歉,我要去参加社区活动了 不能误了点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老人,站立不安 睡不踏实,吃饭不香,也没有爱好 不带孙子,从早到晚 要么抱着手机,要么在家里打盹 你要是遇到太闲的朋友 一开口就没完没了 他的话让你耳朵齐紧 小说羊皮卷里写道 人真的忙起来,根本没有太多复杂情绪 人太闲才会把鸡毛蒜皮当回事 闲着是为了养精神,而不是浪费时间 别搞错了 第二,有不良嗜好的朋友,花钱无度 看过这样的顺口溜 麻将你不打,没人和你耍 要想朋友多,大家一起搓 当下的潮流似乎没有麻将就过不下去了 老人们在一起,搓一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并且,可借机会聊天,拉近距离 可是,很少有人玩耍不涉及钱财的 走进这种朋友家的时候 他家一准有麻将,纸牌等 喊一句三缺一,楼上楼下就都来凑数 这局就来了 然而只要一开始,肯定就有输赢 赢了的人开开心心 输钱的人想要斑本,或者垂头丧气 如果你很心软,就会连续输钱 好日子也会随着消失 喜欢喝酒的朋友,你也不必交往 一方面是伤害身体 一方面是浪费买酒的钱 喝醉了,要去打针,就是花大钱的征兆 不要相信小玩怡情,小酒一杯乐悠悠之类的鸡汤 你的退休金其实是上半身的劳动所得 并不是谁送给你的,要好好珍惜 第三,家里很脏的朋友,容易得病 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李大爷,每天早晨都会赶着两只鸭子去郊区的水沟里嬉嬉 李大爷很爱农村的风景,无可厚非 但是他家的鸭子一天到晚都像从梅堆里爬出来的一样 有一天,李大爷过生日 几个朋友来家里蹭饭 鸭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让所有人的裤脚都留下了黑黑的灰尘 从此李大爷家里门停冷落安玛西 养生私药里说 凡有喜事之物不可纵口 当念病从口入,替然自醒 老人要担心病从口入 衣服脏了洗一洗 但是身体病了是洗不掉的 去很脏的家庭里做客 会让你很没有胃口 也会带来细菌 如果朋友家的猫猫狗狗都很脏 一准会吓你一跳 让你躲背不及 宁愿在家里吃白米粥 也不要端起很脏的碗 吃美味的鱼肉 第四,喜欢挑刺的朋友 自讨没趣 冯梦龙写过一个关于王安石退休之后 乘船回家的故事 半路上王安石把船停下来 走上岸 向河附近的村民拉拉家长 有一位老人说 那个王安石啊 变乱了祖宗的规矩 导致大宋不得太平 王安石一抬头 看到墙壁上有几句小诗 高谈道德 口玄和 变法谁知 有许多 顿时王安石浑身不自在 但是他忍着了 劝自己 宰相度里能撑船 不要计较 人这一生 在职场奋斗多年 功过是非都有 如果朋友只是盯着你的反面 还常常挑刺 就会让你很不愉快 并且磨灭了你的功劳 你要是去喜欢挑刺的朋友家做客 一定是如坐针毡 不知道要退出去 还是要继续留着 耳边的风凉话 让你心都凉透了 第五 穷得掉渣的朋友 怨声载道 有一天 我和母亲去李阿姨家做客 李阿姨拉着母亲的手 说 你给我拼拼礼 上个月 单位发慰问品 唯独少了我一份 还有 星期聚会 为什么我这个做姑妈的 不能做上戏 我家侄子存款几千万 为什么不借钱给我儿子 显然 李阿姨的话 表示自己对社会和生活不满 哲学家黑格尔说 存在极合理 作为老人 应该把一切当成合理的 用心去理解 而不是抱怨 每天都发出负能量的声音 你就会觉得世界很黑暗 未来也没有希望 即便你每天拿着退休金 有吃有喝 也不会快乐 第六 自以为了不起的老同学 很多老年人喜欢参加聚会 大家都想看看老同学长的啥样 生活有什么变化 同学聚会表面上很热闹 其实是那些喜欢显摆的人 在唱高调 把自己吹成了大神 更可气的是 一些一辈子没有混出名堂的同学 被别人碾压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六十多岁的人 事业已经到了尽头 身体也走下坡路了 还在互相吹捧 有什么意思 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同学 自吹自擂吧 你不和他交往便是了 第七 瞧不起人的亲戚 网上有这样一句话 亲戚也就是亲戚 也仅仅是亲戚 一般来说 亲戚就是有血脉相连关系的人 亲不亲都是丢不掉的关系 作为六十多岁的人 你也是长辈了 这一辈子 有没有做出成绩是一回事 别人是否尊重你 是另一回事 那些屈颜负逝的亲戚 表面上喊你爷爷奶奶 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 其实瞧不起你 认为你是一个穷亲戚 这样的亲戚你和他交往 他只是在你面前吹捧自己 然后让你和儿女都抬不起头来 互相串门就大可不必了 何必看亲戚的脸色呢 第八 曾经天天见面的同事 老同事曾经天天在一起上班 有合作的机会 也有吵架的时候 还有互相算计抬杠的时候 永远不必把同事当成朋友 不管同事对你多好 多半是表面上的好 在利益面前 同事就会原形毕露 大家都是为了甚至加薪 凭什么要离让 同事其实是因为某种利益 不得不在一起共事 退休了 人走茶凉 何必再和同事扯不清呢 此外 人过六时 不要和好酒贪杯的人 违法乱气的人 喜欢哭穷的人 喜欢挑拨离间的人 并不友善的邻居 有洁癖的人 互相串门 最好的生活不是天天高棚满座 而是和家人暖融融的在一起 圈子不在乎大小 在乎温度 退休之后 你是家里的老人 但是出门的时候 你仍旧要拥抱大自然 要感悟欣欣向荣的景色 哪怕是秋天 也有落叶之美 人老了 朋友不在乎多少 有三五知己足矣 如果一个朋友都没有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幸福在自己的手里 你最好的依靠 是自己的小家庭 串门是客套 闭门是闲居 要懂得取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